名书记第一章 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 第二年2月1日 耶和华在西奈的旷野 在会幕里对摩西说 你们要把以色列全体会众 按照他们的宗族、富家 根据人民数目统计人口 所有男丁都要按照人口登记 在以色列中 凡是20岁以上 能出去打仗的 你和亚伦要按照他们的队伍 数点他们 每一个支派要有一人帮助你们 他们每一个都是他富家的首领 以下就是帮助你们的人的名字 属刘本支派的 有士丢尔的儿子以利素 属西缅支派的 有苏利沙代的儿子士露面 属犹大支派的 有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 属以撒加之派的 有苏鸭的儿子拿坦叶 属西布伦之派的 有西伦的儿子以利亚 约瑟的子孙中 属以法连之派的 有亚米呼的儿子以利沙玛 属马拿西之派的 有彼大宿的儿子加玛列 属变亚敏之派的 有基多尼的儿子亚彼旦 属弹之派的 有亚米沙代的儿子亚西乙穴 属亚舍之派的 有鄂兰的儿子帕杰 属迦德之派的 有丢尔的儿子以利亚萨 属拿弗塔利之派的 有以南的儿子亚西拉 这些人是从会众中选出来 都是他们宗族之派的领袖 他们是以色列的族长 于是摩西和亚伦 带着这些提名指定的人 在2月1日召集了全体会众 他们就照着他们的宗族 按照他们的附加 根据人民数目 20岁以上的 都按着人口一一登记了 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 摩西就怎样在西奈的旷野 数点了他们 以色列的长子刘本子孙的后代 照着宗族、富家 根据人民数目 按着人口 20岁以上能出去打仗的男丁 都登记了 刘本之派被数点的 共有46500人 西眠子孙的后代 照着宗族、富家 根据人民数目 按着人口 20岁以上能出去打仗的男丁 都登记了 西缅之派被数点的 共有59300人 迦德子孙的后代 照着他们的宗族、富家 根据人民数目 20岁以上 凡是能出去打仗的 都登记了 迦德之派被数点的 共有45650人 犹大子孙的后代 照着他们的宗族、富家 根据人民数目 20岁以上 凡是能出去打仗的 都登记了 犹大之派被数点的 共有74600人 以萨迦子孙的后代 照着他们的宗族、富家 根据人民数目 20岁以上 凡是能出去打仗的 都登记了 以萨迦之派被数点的 共有54400人 西缅伦子孙的后代 照着他们的宗族、富家 根据人民数目 20岁以上 凡是能出去打仗的 都登记了 西缅伦之派被数点的 共有57400人 约瑟的儿子 以法连子孙的后代 照着他们的宗族、富家 根据人民数目 20岁以上 凡是能出去打仗的 都登记了 以法连之派被数点的 共有40500人 马拿西子孙的后代 照着他们的宗族、富家 根据人民数目 20岁以上 凡是能出去打仗的 都登记了 马拿西之派被数点的 共有32200人 宾崖明子孙的后代 照着他们的宗族、富家 根据人民数目 20岁以上 凡是能出去打仗的 都登记了 宾崖明子孙的后代 照着他们的宗族、富家 根据人民数目 20岁以上 凡是能出去打仗的 都登记了 但之派被数点的 共有62700人 亚瑟子孙的后代 照着宗族、富家 根据人民数目 20岁以上 凡是能出去打仗的 都登记了 亚瑟之派被数点的 共有41500人 拿福他利子孙的后代 照着他们的宗族、富家 根据人民数目 20岁以上 凡是能出去打仗的 都登记了 拿福他利之派被数点的 共有53400人 以上就是被数点的人数 是摩西和亚伦 以及以色列的首领12人 每富家1人所数点的 这样在以色列中 按着富家 20岁以上 凡是能出去打仗的 以色列人 都登记了 被数点的 共有60万 零3550人 只有立位人 没有按着他们家族的支派 数点在其中 因为耶和华 曾对摩西说 只有立位支派 你不可数点 也不可把他们的总数 列入以色列人中 只要派立位人 管理法规的账目 和其中的一切器具 以及一切属于 账目的事物 他们要抬账目 和其中的一切器具 他们要办理账目的事 在账目四周安营 账目要起行的时候 立位人要把它拆卸下来 账目要支搭的时候 立位人要把它树立起来 如果有外人走近 必须处死 以色列人安营 要依照他们的队伍 各归本营 各归本旗 但立位人 要在法规账目的四周安营 免得神的愤怒 临到以色列的会众 立位人要负 看守法规的账目的责任 以色列人就这样行了 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 他们就怎样行 就这样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